目前現在是油漆 天花板油漆差不多了 但是因為現在沒有什麼光源 所以為了看不清楚我到底 是漆得很好還是不好 看不太出來 然後電視牆目前是這樣 對 目前是這樣 這整個做起來的時候還是蠻壯觀的啦 就是看起來就是那個大小 空間感沒有那麼小的 還行啊 還行 然後走到這邊天花板其實都有漆了 有些還是有髒髒的 然後主臥的這邊 都其實也有漆了 可是有些孔沒有挖好啊 這怎麼留一點點真的 主臥這邊的造型 工作室這裡其實也有漆了 然後這邊都 這邊因為有洞都把它補起來了 補還蠻漂亮的 完全看不出來 只是好厚喔 看起來真的蠻厚的 看起來真的很厚 目前就是這個進度 好 就這樣 大家好 今天是14月6號 然後今天來看一下目前裝潢的進度 那電燈 終於裝上去了 裝上去開 開上燈之後就顯得很不一樣 我不知道影片效果 看起來會怎麼樣 不過 露眼看就是 軟白光 軟黃光 有點偏黃 又是有點帶白一點 對 然後目前 尤其 還沒有全部修完啊 然後還有 還有一個蚊子在那裡 然後 目前跳色的牆 只有這一面 電視牆面 這個牆面 花很多錢 我選的是帶有一點 綠色又有一點藍色 這是可能是莫南迪藍之類的吧 我自己看下來 還蠻漂亮的 我自己覺得蠻漂亮的啦 所以影片我不知道大家看起來會是什麼 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 之前那個電話板那個造型 只是這樣看下去是 不會覺得很奇怪的 對 我自己覺得 很OK啦 然後 其實還有那個 全熱的管線 全熱的觸風管還沒有挖 是因為擔心到時候挖的話會不會 影響到燈之類的 其實還不錯啦 就是那個 這個砂墜頭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然後 懸光觸的 懸光觸的這個 懸光觸的砂墜頭 然後全熱的維修孔 有燈之後打下來是真的好看很多 基本上牆壁啊 燈光打下來其實 不會選的很 就是 凹凸 凹凸面 其實不會 不會很清楚 這是建商切的遊戲 你不可能要求他 切得很平 所以 其實這邊都有點刷痕 這很正常 然後 沙發牆的這個地方嗎 我自己是打算 自己切啊 不過這個 燈光的缺點就是 就是我看螢幕其實不是很清楚 因為有點黃黃的啦 對 但就是 是肉眼看起來是舒服的 然後這面牆我是早上自己騎啊 蠻大片的 然後餐廳這邊 我是早上自己騎 那是客房這邊 我在想要不要騎這一面還是騎 這一面 這一面其實也很大一片 跟沙發那邊 這牆面是一樣的 對 大師的工作室 這邊我也想自己騎 那我覺得好大一片喔 頭好痛喔 我看到頭都痛了 主臥室 主臥室的話基本上 呃 有 尤其有些地方也是有髒污但是 因為還會在中系統櫃 系統櫃半進來一定又在碰髒 所以他們 系統櫃 做完之後其實還要再騎一次 修補啦 像這邊都 都還沒有騎得很乾淨 對 然後缺濕還是有 那這邊 很明顯 那這邊也有 然後這邊其實 都還沒有騎得很乾淨 然後這個垂角 依然是有 對 這邊你看這邊有被撞到 你看 就很明顯那個凹痕 他沒有幫我補 補塗啊 這個 我這個我已經打到這樣通通的 因為有建商交給我不是這樣 我很確定 你看這邊 這邊太明顯了 所以我轉過來就看得到了 而且這邊也有 太明顯了 我不是很喜歡這樣的處理方式 這個 看著是用油漆 漆過去的而已啊 對啊 這個我一定會這樣從動的 對大致上就是這樣 剩下這是櫃子的 跟我自己要不要騎遊戲這樣